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区的柳伯很可能是水军挑战的下一个对手 来到卡吉道馆 一个坐在轮椅处着拐杖的矮小老人出门迎接 这就是这里的道馆首领柳伯 在场很多人都惊讶不已 包括顺带过来的小倩 看着这个偏僻的道馆 再加上这个没有什么精神的老人 如此没有存在感的人和地 其实很难想象水军会前来挑战 还是小女孩的小倩 马上就对这里失去了兴趣 柳伯是个慈祥的老人 看到客人的到来 他用管杖敲敲地面 示意自己的精灵先带着客人进去礼物 自己则去为他们准备茶水 来到道馆的深处 几人看到的是排成一排的冰雕 听到这个道馆是通过贩卖冰雕维持经济 由柳伯做成冰雕 然后委托精灵送去这里换成钱财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水军的冰雕 小倩不以为意的笑了笑 看来这个老人也明白自己不是水军的对手 所以才叼了这么个冰雕来安慰自己的嘛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水军的冰雕突然冻了起来 瞬间越过几人 往道馆外面奔跑 小倩吓了一跳 而协会理事则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或许柳伯根本不是为了安慰自己做的水军的冰雕 恰恰相反 他已经制服了水军 并将它冻在了这里 听到这个消息 本来无聊的小倩终于兴奋了起来 那感情好啊 这一次就让我来收复他 小倩派出宝宝丁和皮宝宝 从两边夹击水军 对其使用天使之吻 趁着水军混乱的时候 他立刻叫出大奶罐对水军使用滚动 正面撞上了水军 发生什么事啊 爷爷我帮你打倒了 然后下一个格子 小倩惊讶地发现 正面击中水军的大奶罐 竟然自己丧失战斗能力倒在了地上 协会理事赶忙叫小倩和六伯一起作战 小倩显得有点不服气 显然是看不起这个坐轮椅的矮小老人 这个时候协会理事盗出了六伯的身份 他是所有道馆首领里经验最丰富的巡演师 别名叫做永久兵闭柳伯 柳伯使用兵器精灵发出的技能威力巨大 一旦将对方冻住 就不会再被融化 这就是永久兵闭 柳伯和水军对峙 不断敲击着地面的冰块 水军低下头 看起来是在准备下一轮的进攻 柳伯不慌不忙对旁边的小倩说道 水军到现在已经跟很多道馆首领战斗了 比如用冰做成镜子迷惑对方战斗 使用周围的水蒸气冻结成锋利的工具 用猎暴风射出 通过表面涂存反射特殊攻击 能够穿破捕猎网的激光束 能够看破敌人微小的破绽 能够用泡沫光线阻止精灵球的轨迹 爷爷 最近你都调查过吗 没错 随即柳伯放出了他99级的小山珠 因为柳伯的轮椅不会打滑 所以小倩拖着柳伯的轮椅行动 而听到柳伯刚才搜集到的资料 看着水军准备发射激光束 小倩和柳伯很轻松地躲了过去 柳伯让小山珠使用戏血 水军用表面涂存将其反弹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原来如此 听到柳伯的提示 小倩叫出了大奶罐 大奶罐使用治愈铃铛 能够在一瞬间回复体力 这样就不怕他的表面涂存呢 不知不觉 小倩变得相当自然地听从柳伯的话 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那么如果他使用对付小春时候用的镜子攻击 那又该怎么做呢 啊 有了 小倩叫主持人胡桃拿出土兔犬 土兔犬冲上前去给水军打了个记号 这使水军使用镜子产生虫影 但是反射出来的虫影左右颠倒 这样小倩就可以通过记号的方向锁定真正的水军 这使柳伯猛敲地面 99级的小山珠使用暴风雪直接冻住了水军 小倩也叫大奶罐使用暴力拳 待水军倒下之后丢出了精灵球 不过精灵球却打穿了水军的身体 直接打出了一个洞 仔细一看 这不是水军 还又变成了一块冰雕 众人有点惊讶 这使柳伯才缓缓解释道 其实这就是一个可以动的冰雕而已 这他平时用来训练用的 他的冰系精灵可以让冰雕的关节瞬间解动和冻结 通过重复这些过程 就可以让一个冰雕动起来 刚才水军使用的技能 其实也是他的这些精灵在背地里使出 因为到了平时训练的时间 他就和平常一样开始训练了 我很害怕毫无准备地面对水军的挑战 不好意思 我很胆小 柳伯这么谦逊地说着 而经此一战 电视台和精灵协会都对柳伯刮目相看 特别是协会理事 因为他知道柳伯毫无疑问是成都最强的道馆手里 那么在即将召开的第十届精灵联盟 就考虑请柳伯担任那个工作吧 但其实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 在卡吉道馆 柳伯却露出了一副和刚才完全不一样的表情 我说我在等待水军 这其实不对 他不会来到我这里的 因为他有不来的理由 事件转移到漩涡猎岛 水军和小黄坐着钓鱼大叔的船往漩涡猎岛前进 但是还没有过多久 几人就被卷入到一个突然出现的巨大漩涡中 漩涡里有一个身影正在浮现 看起来这个漩涡就是他产生的 而另一边 马之士也坐着自己的客船来到了漩涡猎岛 通过小松给的线索 他很快便找到了岛上的金银二人 此时的金和银刚刚苏醒 解决了穿伤王暴动而逃到了山边的一个洞口 将他们从愤怒之湖救起的 正如之前所说是炎帝 炎帝将他们送到这里 并用生命之火围住他们 以至于他们昏迷三周都没有丧命 但你们已经三周没有进食了 刚苏醒就这么剧烈运动真的好吗 此时马之士踩着他的三合一此外 来到了两人跟前 并且将两人的行李丢了过来 而他也开门见身地表示 自己需要情报 他也和假面人战斗过 但是不幸败北 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 他需要经营与假面人战斗时的资料 就是为了这个 他才来到这里 告诉你也没关系 不过我想先问你件事 那艘船是你的吧 没错 那艘关东高速船阿哥号正是我 马之士说到这里突然一愣 因为他看着他自己的阿哥号正飘在空中 一只巨大的怀疑精灵 拖起了比他大几十倍的高速客船 往这边袭来 而他的胸口还用念力扶起来小王他们那艘小船 这只精灵正是洛奇亚 洛奇亚从嘴里吐出一股巨大的能量 向精灵这边射来 直接将两人所在的洞口击塌 精灵和马之士勉强躲过 摔在了山间的银壁上 洛奇亚轻轻一挥 把这个比他大几十倍的高速船丢进海里 巨大的冲击引发海啸 吞没了漩涡裂岛山口 营抓住黑暗压往天空逃去 而金则抓住马之士的三合一词外躲过一劫 与此同时 小黄他们的船也被丢下海里 看清楚对方样貌的小黄 确定这就是一年前被渡召唤的精灵 洛奇亚的能源弹无差别的释放 其中一个落到这边 直接将钓鱼大叔的船劈成两半 小黄和钓鱼大叔也就这样和水晶分开 遭受到冲击的水晶意识有点模糊 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自己的精灵图鉴正在发出声音 没错 这是图鉴共鸣音 只有三个图鉴所有者凑到一起 而且都是正确的主人持有时 才会响起的声音 银在天空与洛奇亚周旋 但是洛奇亚连续释放能源波 使得银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 而金这边则缠上了马之士 我是知恩图报的人 你把我的东西送来 我就回答你的问题吧 我跟假面人战斗过两次 简单来说 那个人的战斗特点就是兵 能够在一瞬间将整个图全部冻住 马之士陷若沉思 因为回想起之前的战斗 假面人只拍出了只戴鲁比 没有用兵器精灵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他的真实实力不可估计 在天空中的银 发现了海面上有艘破坏的小船 于是决定下去救他 而金也看到了水军的身影 跳到一块板子上 冲浪接近了这艘船 然后他又发现银抢先一步救了这个妹子 这时水军醒来 看着自己身边多了两个不良少年 与此同时 三个图鉴共同发出声响 没想到这两个不良少年 竟然也是图鉴所有者 不光图鉴所有者聚在一起 成都的玉三家此时也重新团聚 月归月对两个伙伴表现了相当的亲密 而三只精灵也不约而同的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此时洛奇亚的能源波再度袭来 三只精灵分别用自己的绝招夹在一起 好不容易将这个攻击改变方向 马之士逃到了安全的上空观察洛奇亚 洛奇亚发射能源弹 并没有收放能量的动作 那就是说他这个攻击仅仅是空气 洛奇亚竟然仅凭呼吸 就能有这么强大的破坏率 也是洛奇亚的专属技能空气爆炸 而赢经过之前的周旋也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够对付他 那就是将他引到海里 既然他的主要攻击是空气弹 那么没有空气他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招数 但是还没等这个计划实施 洛奇亚的空气爆炸再度向这个小船发射 金被直接打入海里 金没有能够飞空的精灵 游蛙军也没学会冲浪 无法载着他走 如果没有救援的话 他就只有这么溢死在海里 宁丢出绳子想将其拉过来 但是汹涌的波浪反而把它越爽越远 这个时候他的精灵齿轮响了些 原来是之前的钓鱼大叔 发现了金的身影 给金打过电话 我这边有对你有用的东西 快来我这边 还没等钓鱼大叔说完 一个海啸将两人都给通过 两人的精灵球被海浪打散 而钓鱼大叔的其中一个精灵 被打散来到了金的这边 让金看到了希望 巨吃飞鱼 这是一个又能冲浪又能飞空的精灵 巨吃飞鱼本身会被铁炮鱼吸附 而正巧钓鱼大叔的很多球里都是铁炮鱼 于是十几只铁炮鱼吸附上来 大大增强了巨吃飞鱼的攻击力 而金也成功地靠巨吃飞鱼飞上天空 逼近洛奇亚 十几只铁炮鱼一起进攻 即使是洛奇亚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命中 但他也马上反应过来 将巨吃飞鱼和金直接用头击坠 掉到了岛屿的沙滩上 此时银河水晶也划着破船赶来 三人再次会合 不过 金被那只大鸟打下来了 我们把洛奇亚引到海里的战术失败了 不 你看 没想到洛奇亚的嘴上 竟然插上了金的抬球杆 封锁住了洛奇亚的空气爆炸 生气的洛奇亚直接朝这边俯冲 想通过自己的体重将几人干掉 而三人的御三家救了他们一命 并且在这个时候 他们都完成了进化 变成了大菊花 火爆兽 大利厄 不能放过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站着洛奇亚和这三只精灵较近的时候 丢球将他抓住 宁曾经表示 所有的精灵都有最容易捕捉的穴位 往那个地方丢球 能够更大的提升收服的机会 前额 击中他的前额 就能让球发挥最大的效果 金丢出球并没有击中 而水晶则看准机会再度丢球 准确的命中了洛奇亚 直接洛奇亚发出耀眼的白光 消失在了几人视线里 剩下金的精灵球和抬球杆掉落在了地面 但是 当他们拿起球的时候 却发现 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们并没有捕获洛奇亚 当水晶打开追踪功能的时候 却发现图鉴显示不能追踪 这已经是被人抓住的精灵了 不光如此 几人还发现了类似洛奇亚洞穴的地方 但是里面有无数脚印和尾巴的痕迹 看起来是经过了一番打斗 这样一想 其实就能理解了 怪不得洛奇亚会突然袭击他们 因为在这之前 他的巢穴就被袭击 还被什么人打得精疲力尽 发狂的洛奇亚 无差别地攻击其他地方 正巧碰到了金银他们 而最后又赶在金银丢球之前 将洛奇亚收服了 还有什么人在漩涡列岛 这个人是洛奇亚发狂的真凶 并且实力强大到 能够轻易捕获洛奇亚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请一键三连支持UP主 收藏超过7000 我们就在下周二准时更新 没超过的话就随眼了 看心情更新了 金银终于苏醒了 他们也在漩涡列岛和水晶相遇 成都地区的图鉴所有人 就这么算是齐了 而基本上在这里 成都地区的所有神兽 都露出了面目 三圣兽正在寻找伙伴 凤王马上就要回到灵灵塔 而洛奇亚则是已经被捕捉 其实没看过漫画的话 你不会想到这些神兽 到后面都会被交织在一条线上 当然也还没有讲到 我也不做过多的剧透啦 懂得都懂得 那么我是16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